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直音数分解 判断下列何者为完全平方数 平方数我相信大家应该在20以下的平方数 大家都已经记下来了 我们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100它是10的完全平方 这个50是25乘以2 它是5乘以根号2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全平方数 所谓的完全平方数 它是指1 2 3 4 5 6 那么它的平方是1 它的平方是4 这是9 这是16 这是25 这是36 这些数目字才叫做完全平方数 其他的就不是啊 还有点点点很多 所以这一小题我们就选B 完全平方数 那么这一小题 刚刚莫莉老师有讲解过一题 也说过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说两数相加要等于0 然后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性质才会这样 0加0它会等于0 或者是说相反数相加会等于0 那么有的时候你知道相反数相加就必须要说 其中要有一个是负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到远点的距离 2AK-3是到远点的距离 两倍到远点的距离 到远点的距离这个地方 它就会是一个正数 这里会是一个正数 那么开根号出来 根号这个地方 因为它有根号 所以它也一定是正数 这是在我们国中学的部分 我们根号是正数 因为到高中之后 你还会再学到一个虚数 那个你到高中之后你再学 两个正数相加会等于0 那么就必须要这里也等于0 这里也要等于0 因此我们这里就可以写成连立方程式 叫做2AK-3等于0 所以X呢会等于2分之3 在这个地方呢 3Y加5也要等于0 Y呢就会等于3分之5 这里做一个代入 2乘以2分之3 减掉3乘以3分之5 复数可以复复得正 复复得正之后呢 我们这里在2跟2约掉3 这里约掉3加5 所以等于8 这题的答案是等于8 化减 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计算题 好我们这里的题目呢 要做这个里面的根号里面的加减 然后再化开来 你在自己在计算子写的时候 你可以减略 那我们知道说9它会是3的2次方 16是4的2次方 分子的部分16加9会是25 25还是写给你看好了 这里是5的2次方 这里会是3乘以4 这样子的2次方 所以它就可以被开出来 会等于5 12 上面的这些题目呢 我们就要算对不对 算这个呢 你就算它的答案就可以了 慢慢算 这个是 以这里来看 这里是3乘以4 这里乘以4 这里乘以3 乘以3 这里是12分之19 所以这个就不是 但是这里呢就乘以4 乘以4 乘以3 乘以3 会是12分之1再乘以5 所以这里的答案呢 会是12分之5 已经算出来了是B选B 这里乘出来之后是12分之1 好 这里已经算出来 租我就不算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题 把这里先删掉 不用删掉 把它移下来就好了 移下来 我们看这一题 有一个三位数 8YZ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Y为10位数字 Z为个位数字 则Y加Z是多少 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么我们就要找一个 最靠近这个800多的一个完全平方数是多少 我们知道说30的平方会等于900 有没有看到 900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29的平方大概是多少 29的平方是84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完全平方数应该是841 这个Y是十位数字 十位数字是4 Z是个位数字 个位数字是1 Y加Z呢 答案会等于5 好 这题也没有很难 重点还是说 你看到完全平方数 你要去做判断 谢谢 谢谢 我们不听乱 感谢观看